那我攝影機已經定位 然後我暫時希望我在操作的時候不小心動 不要動到啦 所以我可以把攝影機跟target一起選起來 在hierarchy面板從pivot切到linkinfo這裡以後 把它的移動先lock住 這樣子攝影機就不能動 就是我在這裡也不會操作到 比較安全 那然後呢 我把攝影機先隱藏因為不需要看到攝影機 給我收掉 那先全體給一個 阿諾材質 那至於 命名 這件事情 是需要做的 是需要做的 這個 你可能得花時間 一個一個開始 對牆壁做 所有的物件做命名 不然的話 這個樣子你根本不知道這什麼東西啦 好 那在這邊我先不處理 這個部分我先把所有模型選起來 先做 光線的確認 所以我們只要給它一個阿諾的 Surface Standard surface 全部指定 好 那這裡現在這個樣子 是因為我開在 這個視窗開來 Clear的顯示 不是Default Shading 好 如果你看為Default Shading 不用 High Quality Standard看起來應該就全灰色的材質 那只是我在操作的時候 比較喜歡 先這個樣子 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材質是全部用 這一個啦 好 那改一下材質 我不需要這麼強的反光 因為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反光強度過高 霧面的 好 就好了 我只要是一個霧面的結構 這裏面都沒有金屬 所以也不需要Metalic 這只是一個基礎 Base的材質拿來算圖而已 好 所以我可以叫做 Base Color 基礎色 好 那 可以 然後呢 這時候用ActiveShade的Render 應該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 沒有燈 好 那 接著我們要來講一下 燈光的部分 但 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會想到說 我是用Sun Positioner 好 那 當然這最簡單 因為 Sun Positioner下去以後 有太陽光 有天光 連環境都幫你裝好 就是 如果你使用這個的話 如果你使用這個 它是連這個都幫你做好 連這裡都一起幫你放上去了 好 那 所以你算圖的時候 把時間射到下午 食物 食物 好 就直接 該有都有 然後爆量 好 爆量是因為 Rendering Exposure Control 沒錯 OK 那 好 那應該還記得 我們之前前面課程都有講過 就是把 這個拖來這邊 好 然後再把這個做 阿諾的 阿諾的 Mess Mess Color 好 在這邊做 它的Color Collection 把它接來這裡 然後這邊我們就可以去做 它的Gamma校正 還是它的對比校正 還是改變它的曝光度 改變它的Multiply強度 或者加上一點顏色的變動 或者再加上一個Color的校正 然後再拖回去 好 那可以用這一邊呢 去修正我 那個背景光的 這個強度 這個應該都還 記得 就是如果這邊調整 這樣子 如果這樣調整 你這邊當然這裡的EV 等於要適度的做 調整 可以 那可以看到 變化 所以這個是很快可以達到這些 操作 好 但是我現在接下來 就是要講這個部分 所以我會把這個先刪掉 背景刪掉 燈也刪掉 我不要用這個 OK 它現在還有什麼東西開著 看一下 Rendering Environment 這邊一定還有東西開著 OK 好 那現在是EV 頭修Ctrl-1 所以它夠亮 現在其實外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等一下 背景圖要清掉 這個還沒有清成 沒有東西 那 這是個貼圖 所以我需要抓一個空貼圖給它 那 OK 那就黑的 就會變成正常我們應該看到的 沒有光線就這個樣子 好 OK 那 重新放光線 Arno的燈光 好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你可以放一個Arno的燈光 選擇是Distant的當太陽 選擇一個是Sky Doom 當作天光 然後用 這個 Quad的燈 那個 這個 加上Portal 變成傳送進來的光線 好 那Distance就是陽光灑落地面 天光利用Portal送進來 這是後來講過的做法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要動用另外一個特別的效果 好 那 一樣我先做個跨的燈在 大概在這個位置 沒錯 不管 從這做好了 不用跨的燈 直接做一個燈過來 好 它現在是跨的燈 那 調整一下位置 照明的方向 過來一點點 這樣子好了 拉近一點 可能比較好判定它在哪裡 這個樣子 好 我希望做出一個 接下來我這一邊想要做出一個 就是那個 燈光 光線是一個 光束 灑進來的特效 就是 陽光灑落進來的時候 在空氣中的灰塵有水氣 所以會形成光束的效果 那這個光束的效果 首先有幾個限制 第一個它不能是 跨的燈 不能是 Distant 應該說 可以用的先講好了 它可以用的是 Point Spot Disc 跟Sling 只有這 四個燈可以使用 就是 光束效果 只有這四個燈能夠啟動光束效果 所以在這裡我先用 Spot 聚光燈 聚光燈 再來呢 它有一個限制 我現在這樣子開 等一下還是看不到 它有一個限制 我先把這個抓到 剛好 大概一點點的位置就好了 我要抓Target 我要抓Target 可惡 呃 選成只能夠抓到Light OK 這樣就沒問題 好 放在空中 大概就這個位置這樣子 這個意思 好 那 OK 好 當然它現在算不出名堂來 先關掉 OK 好 那怎麼樣讓它生成類似 呃 呃 質亮光的呈現 算不出東西來 Rendering Environment的 這回到0 這個光太遠了 所以 取樣數也許 intensity exposure 開到 12 看看 有了 開始有點燈進來 因為現在它會衰減 所以現在這燈有點遠 好 然後sample數取4好了 可以 好 現在是這燈 我把它先調亮一點點 好 現在是這一個 只有這個燈 現在外面沒有 沒有天空 所以是黑的 然後現在是這一個 spalight 打進來 好 看到這個樣子 好 那 然後呢 我希望它是有那種 光束的呈現 好 光束的呈現 好 光束的呈現 我們又要開Render視窗 它的設定在這裡 好 Arnold Render了 往下找 好 好 我們要選的是這一個 那就OK 好 好 那 當然還沒好 因為 這只是有東西 然後你可以再Render 好 其實應該已經有 不過不明顯 我們開 我們開材質變異器 先把它關掉 這樣好慢 材質變異器打開 這一個大器的放進來以後 要把它拖來這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要操作的材質 它是個材質 好 跟以前你在用 如果你用以前MAX的思維 就是Render了Effect的Volume Light 好 那 或者是Fog 那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材質在這裡 好 那我為了讓畫面上視覺很明顯 我先把它顏色改得很特殊 紅色 改到變紅色 Render 好 然後現在還沒看到對不對 因為 還需要讓它 我先讓它對攝影機的作用 開到很強 好 那但是呢 還有一個 它必須每次都要按Render 是不是距離還不夠 檢查一下 沒出來就表示 好 這個沒色 Density 好 出來了 這個也許不用到E 剛剛我忘了開那個Volume的密度 就是霧氣的強度 攝影機這邊維持E就好 那你修正就要按一次Render 好 修正就要按一次Render 好 那 其實這個的截止點會影響到它照明的距離 根據你選的燈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霧氣會到哪裡 其實跟這個 這個地方有關係 那我現在選的這個Spotlight 剛好 它過得去 好 所以現在穿進來是這個樣子 呃 所以 當然不適合當做這種燈 所以陽光的顏色 有一點黃 然後 它的應該只能到0.1左右 OK 跑一次Render 又過強了 改到什麼 0.01 它每次改都要重新按一次 這個部分 好 這個燈的Exposure 也許可以調低一點點 好 出來了 呃 截止點在這裡 所以 它就只會照到那裡 好 那個燈的 那個強度不夠 好 強度夠一點 再遠一點 OK 那 呃 這個當然就要去控制你的 殘數0.01 每一次都要按一次Render 它不是 呃 使用 呃 那個 呃 呃 它有趣的地方在於 我現在啊 場景沒有顏色 沒有東西有顏色 所以這樣可能要看不出來 這個東西呢 是衰減色 衰減色的意思就是 呃 應該說 環境的染 有點像是綠色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要 希望它是晚上的感覺 你的 吸收掉的衰減色要偏紅色 好 那它會偏藍 那等一下 Attendation沒開 吸收度0.1 好 就會吸掉 呃 它的複補色 好 它不是說 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是光的顏色 欸 光太藍了 太綠了一點點 回到黃一點 這個呢 則是它會吃掉 好 衰減色 呃 如果你要做夜間的場景 黃昏的場景的時候 它比較會用到 好 那你可以選擇 你用造影顏色 還是你如果你用藍色 它會吸掉 場景會變得比較暖色調 就會吸掉藍色光 好 在夜間的時候 因為那個色彩的資訊充 豐富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就會用這樣子的 呃 調整操作 好 所以 如果你要營造volume light 你必須有一盞燈專門處理這件事 然後 照明場景 才要再加別的燈 我們現在只是先看 呃 質量燈的部分 好 那這種燈呢 呃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呢 它底下還有很多 參數選項 好 那個 incensity 這個 難念這個是 根據光的照明方向的密度填充 跟這個很像 跟那個上面那個非常像 但是效果是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依舊 依舊 依舊沒東西了 太少了 呃 負一 好 這個要一張一張 比較 好 呃 基本上這個數值也會影響到 填充的密度 不過它會跟它的 呃 投射的方向比較有 關聯性 好 那這個是物器的 那個 細節 就是裡面那個拉絲 我現在不是裡面有那種 呃 穿透物件的 這種絲的感覺 那那個絲的 呃 應該說 嗯 細節 就要看這一個 像現在這樣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 不太明顯的部分 就是這個 啊 呃 跑不動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好 好 Sample是拉絲的取航數 好 那作用於攝影機的強度 就是你攝影機看到的強度 好 然後對Diffuse 壓制Diffuse的強度 還有Specular的強度 這邊可以調整 那比較有趣的是 如果你希望是 出來是有那個煙霧 你要繞的話呢 呃 就是對它的 通常我們是對密度 或者你那個 這裡面是彩色的 那 可以加上Density color 就是經過 如果你是投射過 教堂的玻璃 那要加這張圖 那我現在只要加 擾動的物器 那就只要加Density 就是密度會變動 那這邊呢 我們就需要給它一個Noise 所以 看一下Density OK 右鍵我們先給貼圖 阿諾 阿諾的Texture 裡面的Noise 好 阿諾的Texture 裡面的Noise 然後這張給 Density 密度 好 那這樣就會接上 那當然現在看不到效果 因為 這邊的參數都沒條 也許我們大概要到 好 我們先Rand一次看看有沒有 我現在上面是吸收什麼顏色 回去檢查一下 吸收這個顏色 我們把吸收拿掉 不要有任何吸收比較 顏色比較正確 好 那修正的參數就要從Rand 才會得到正確的數值 呃 這個又太強了 好 現在太強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數值沒有作用 現在被這個作用 完完全全被這個數值作用 也許把這個數值 調高一點 然後 回來改這邊 好 這個Noise 反正也看不到 好 原則上大概先從Scale條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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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er看看 沒有影響 再小 0.01 1 好 一直縮小 有開始有出現那個 這裡有一塊 開始 呃 變動 那 嗯 現在不確定是要變小 還是要變很大 也許我們變很大看看 10 對 10 好 修正就按Render 應該是要說很小 好 應該要說的 呃 非常非常小 那這個也許他的 這個下高一點 有開始有東西但是還是不夠明顯 先用9看看 好 呃 有一些 無期出現 那這些就是 其實主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花 呃 Render的時間去看他參數的影響 好 好 又不會動了 嗯 好 把他作用於攝影機的強度降低一點 好 那裡面的東西就會比較明顯的出現 可以 可以 呃 能夠用出這個效果的 我剛剛提過 齁 可以 可以 但是 如果你用 跨的 欸 怎麼又出來了 還是版本的問題 呃 因為有一些燈是出不來才對 好 他會出來就算 好 可以 因為呃 我有試過這個照理說 這一個應該沒有出來 還是 我們這邊的版本比較新 我家裡的版本比較舊 好 呃 受到的影響參數很多 本身的燈光的顏色也會影響到 這條的 顏色 好 燈的顏色跟霧的顏色 又是兩個不同的參數 好 然後 因為你改變顏色會改變燈的 光的強度 好 光的強度 所以又會影響到 呃 Sample的 數值 那這邊就是 互相牽扯的數值比較多一點點 好 但如果你要這個效果 就是 要使用這邊 要記得的就是 呃 他是從這裡來 這個地方 好 從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 你要把他拖來這邊做操作 那燈要帶霧器 你可以給他Noise 呃 然後燈的 那不是這樣 這個霧器的密度 然後對攝影機作用的強度 對Diffuse 對Specular的作用強度 各自有控制 然後 Atenuation的這個數值的控制 它是吸收掉 你所選取的顏色 然後吸收的強度在這邊 好 其他呢 大部分都還可以加上貼圖做 控制 不過你要吃的貼圖 也只能吃 阿諾的Texture 就是你要用的話 也只能用 阿諾的Texture 這邊的 這裡 就是要用這邊 原本 在Max用的Cellular 好 就是細胞貼圖 你要 你就如果要那個效果 你就要到這換成Cellular Noise 好 這樣的操作 OK